嗨,我是小泽 15号凌晨,苹果2021秋季发布会如期而至 发布了iPad,iPad mini,Apple Watch,还有iPhone 13系列 iPad mini 6可谓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iPad 要知道,mini在诞生之初基本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iPad L 但这次苹果直接上了A15 甚至比L还多了一个闪光灯 当然,三七九十的价格也算不上便宜 不过,mini是真正成为了最强的便携平板 iPad Pro 11寸和mini之间可能就得做上更多的考量了 Apple Watch的曲面屏和原人设计 虽然跟之前爆料的截然相反 但还是好看的 可惜的是,除了新的大屏幕,新颜色 连处理器都没升级 或者说,现阶段Apple Watch已经很完美了 进步的空间属实不大 讲讲重头戏,iPhone 13系列 不得不说,库克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iPhone 13,乍一看看iPhone 12产品不大 但仔细看看还是香的 iPhone 13和13 mini有地表最强的A15 可惜比Pro少了一个GPU 刀法是真的精准 刘海降下20%,电池续航增大 新增512GB的版本 全局的最高亮度从625提升到800尼特 摄像头采用了对角线设计 主摄用上了去年12Pro Max才会有的传感器防抖 进光量增加47% 能拍摄4K60帧的HDR视频 同时新增电影模式 能够虚化背景切换焦点 但是只支持1080p 30帧 最后新颜色还有加量不加价的128G起步 和最高为2GB的存储 然后是我最喜欢的iPhone 13 Pro系列 今年的iPhone Pro系列跟普通系列的差距 可谓是大了许多 今年的Pro和Max除了屏幕大小和电池 没有其他差别 以及这个远峰蓝色 我实在是太爱了 首先升级的是大家最期待的ProMotion 自食营刷新率从10Hz到120Hz变换 同时全局最高亮度提升到1000尼特 可是不知道发热之后能降到多少 然后是影像方面 Pro的照片格式依旧是Pro系列iPhone的独占 iPhone 13 Pro的三枚镜头 全部经过重新设计 长焦升级到77mm 但光圈依旧是F2.8 超广角增加了自动对焦功能 加入了微距拍摄 广角主摄也得到升级 暗光表现更好 同时加入了最高4K30帧的ProRes模式 新增ETV版本 可惜的是128G版本只能拍摄1080P 酷克真的是刀法精准 怪不得用手术级别的不锈钢 与去年iPhone 12系列不同 今年Pro系列在iPhone 13中的定位更加明确了 Pro级别屏幕 Pro级别拍摄 Pro级别质感 当然还有203克和238克的Pro级别重量 对于大众用户 iPhone 13仍是一个好iPhone 而对于专业用户 Pro系列能够提供独一无二的屏幕和拍摄体验 同时iPhone 13加量不加价iPhone 13 Pro减价500的操作 也能激发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所以说 今年的iPhone 13详 Pro更强 好了 这就是我对于iPhone 13系列的初步看法 如果觉得做的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泽 那我们下期再见